早前当局预告本立法年度将优先重启在立法会财委会议程各至了年多的中部水域人工岛相关研究,俗称明日大鱼,撥款申请,引发反对团体新一轮舆论攻势,就田海造地的建议。 不这近期于本篮以和读者分享了自己的看法,7月23日明日复明日的大鱼愿景及9月24日交以周和贵山倒单调幻视相非。 不过近日看了多篇有关明日大鱼的文章和新闻报道,觉得这个议题有继续讨论的需要,人工岛计划研究撥款申请去年本已纳入财委会议程。 由于具狠大争议性,相信审议时反对派会拉布拖得多狗就多狗,但建制派若全力支持,通过的机会还该是很高的,政府却选择在财委会未及审议前把申请抽离议程达一年之久。 不战而降,跟其土地房屋是各施政范畴的重中之重。 政府会仍难而想的口径,言行并不一致,若政府觉得去年申请撥款时机不对,今年时机肯定更不利。 撥款申请延至现时才重新出发,因着比去年更恶劣的政治氛围和急剧转差的政府财政状况。 要面对更强大的反对潮。 反对者去年哭倒钱落咸水海口号以高唱入云。 今年年初至今为对抗新冠肺炎疫症,财赤家劇,上月有经济学者更扬言轻建人工赌张导致政府财政处备于11年后抬进。 有如违反对声音送上一个扬声器,也有意见认为,财赤会因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变成结构性。 若谁以为疫情过后财赤会改善是错判及误导。 更有人认为公帕该用再改善民生于医疗。 扶贫、护老等政策范畴而非发展人工赌,也有人批评明日大于是林郑特首建业的形象工程。 大白杖一直以,有支持者昌以政府发债建人工赌。 反对者认为此举途令投资者对香港经济甚至政治前景更加失去信心,然而政府稍后会发行总额达130亿元的i-bond及银式债券。 另外一个反对论点,是质疑政府对长远人口增长的估算,夸大了长远房屋和土地需求。 一家之言多罗罗,传媒大事报道,究竟这些言论有多准确。 我们却看不到有其他财经和人口专家进行学术研究界常见的peer review,同裁审评,去考证。 令人废解的是,面对以上新一轮批评和质疑,特别是政府破产危机的论说,当局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回应。 政府的监默,只会让批评和质疑在舆论平台发酵,公众也会先入为主。 全盘接受这些观点,政府日后才尝试解释或澄清,将会视倍功半。 发展局局长早几天才在念书和YouTube就2020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发布短片。 简短回应了公众对发展人工赌钱从何来的担忧? 政府处事很多时万几泊和显得被动,早已为市民咎评,何时才会学征以工为首? 由于人工赌发展成本巨大,立法会审批撥款申请责任重大,建制派议员也不敢造次。 因为支持政府的重大政策或工程建议,如日后该等政策或工程出了差子激发民怨,他们就会被政敌和传媒翻旧账。 当年前支持房屋委员会出售屋邨商场与领会的建制派议员就受了一次大教训。 如无意外,立法会将于一年后换届,建制派议员若有意敬逐年任,他们对人工赌计划的取态将会备受选民关注。 政府若要争取建制派议员全力支持,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就该尽早攻占舆论平台,修复失地,明日大于愿景首建于2018年施政报告。 两年来由普皮爬半遮面,下周特首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对他和政府如何为实践愿景加快脚步和释除公众而类有很大的期望。 但愿特首不会令大家失望。